大家好,每日分享使用妙招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每次我们在使用电饭包的时候,上面都会有个蒸屉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蒸屉了 这个蒸屉不只拿来蒸东西,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大作用呢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在购买电饭锅的时候都会增一个像这样的电饭锅蒸笼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蒸笼还有什么用途吗 那么蒸笼和红枣搭配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蒸笼 其实它可是一个去枣盒的神器哦 大家都知道平时我们去枣盒的时候 如果用手去直接扣,每次扣的指甲会痛而且还不卫生 那么用刀或者是剪刀去去除这个枣盒又比较危险 其实有一个好方法,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枣放在孔洞处 再准备一个干净的筷子直接戳下去 一定要从中心的位置 稍微一用力这个枣盒就轻松掉下去了 而且不浪费一点的枣肉哦 我们打开这个蒸笼看一下 下面就是已经掉下来的枣盒了 而且枣盒上面没有粘连枣肉 完全没造成一点的浪费 简单又省力 下面我们再试几个看一下 一定要戳中心位置用一点力 这个枣盒就轻松掉下去了 用了这个方法一分钟能戳一盘的枣 是不是非常好呢 省时又省力 而且不脏手 学会的朋友就赶紧登手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小小的蒸屉还有这个用途吧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